大家好,我是Kerry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九楼版金牌蒜香谷的做法。 这道菜是传统粤菜,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。 做好这道菜还是很不容易的,从排骨的腌制到炸制过程中火候的把握,都是需要一定技巧的。 这道菜经过30年的发展,大致演变出两种主要做法。 其中一种做法是在腌制排骨的时候,给排骨裹上油沾米粉、糯米粉和生粉以及蛋黄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厚的面糊。 这样炸出来的排骨会有一层酥脆的面糊外壳。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在排骨腌好之后油炸之前裹上一层薄薄的生粉。 这样炸出来的排骨就没有面糊外壳。 Carrie更喜欢第二种做法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也是第二种做法。 喜欢第一种做法的朋友请在评论区留言,Carrie再和大家分享第一种做法。 我们一起来做吧。 90克的大蒜剁成比较碎的蒜末。 大蒜可以多放一些,这样蒜味更加浓郁。 剁好的蒜末放入碗中。 倒入同等比例的清水,然后用手使劲地抓紧。 把大蒜的汁液尽量地抓出来。 然后进行过滤得到蒜汁。 蒜末也不要扔掉,待会儿我们还会用到。 现在我们来腌制排骨。 这道菜需要选择瘦一点的排骨。 将排骨去掉表面的筋膜和肥肉的部分。 进行泡水和反复的清洗,达到这种发白的状态。 放入两克的小苏打。 小苏打又叫碳酸氢钠,呈若碱性,可以水解肉类中的蛋白。 可以软化肉的咸威,使肉质更嫩。 因此在油炸、涮锅、烧烤这类需要短时间烹制的时候, 可以放入少量的小苏打来腌肉,使肉质更嫩。 现在放入六克的盐。 Carrie买的排骨肉比较多,如果肉少的话,可以放五克的盐。 由于这道菜是咸中带甜,再放入三克的白糖。 再打入一个鸡蛋清,放入鸡蛋清的目的,也是使肉质更嫩。 再倒入少许的胡椒粉,抓拌均匀。 为了使蒜味更加浓郁,Carrie又放了一勺蒜粉。 再倒入我们做好的蒜汁,以及两克的鸡粉。 金牌蒜香骨的正宗做法,一般是不需要放入酱油或者是蚝油的。 最后给排骨来一次充分的按摩,放冰箱冷藏四个小时以上。 现在我们来切一些青红胶碎,最后炒制的时候,起到点缀的作用。 排骨腌好了之后,将排骨取出。 底下沾上腌料溶液的排骨,在碗边刮几下,尽量瀝干水分。 准备15克的生粉,我用的是土豆淀粉,其他淀粉也可以。 用手抓拌均匀,给排骨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。 现在我们进行最关键的一步,炸排骨。 待油温升至稍稍冒烟七八成热的时候,放入排骨。 最初的时候,进行高温油炸,能够迅速锁住肉类的水分,是使肉类保持鲜嫩多汁的关键。 高温油炸两三分钟之后,将油温降低,保持油开的状态即可,进行低温进炸。 如果一直保持高温,就会出现排骨表面焦糊,里面还没有熟的情况。 大家要不断观察排骨的上色,一旦上色达到要求,立即将排骨捞出。 低温进炸大概需要六到八分钟,大家根据肉的多少来调整时间。 现在我们进行二次油炸,复炸是使肉类表面衰退的关键。 将油温继续升高到八九成热,倒入排骨。 大家可以看到,排骨倒入之后,油迅速沸腾。 不炸时间不宜过长,二十秒到三十秒即可。 待排骨上色达到深棕色,就是炸好了,关火将排骨捞出。 现在进行最后一步,炸金蒜。 锅中倒少许油,待油温热的时候,倒入一些之前留存的蒜末。 中小火不断翻炒,火大了的话,蒜很快就炸糊了。 待蒜末炒至金黄,倒入切好的青红胶碎。 继续翻炒,最后再倒入炸好的排骨。 快速翻炒几下,就可以出锅了。 实在抱歉,这一步没有拍上。 这道外酥里嫩,蒜香浓郁,回味无穷的金排蒜香骨,就做好了。 谢谢大家观看,咱们下期再见。